友情提示 没抓不活鸡的球宝们 请不要模仿接下来的片段 很快 阿珍回到了房子里 而鸡只剩下一根鸡毛留在他的肩膀上 客户看到此景 满意地签下了合同 卖出了这套房后 夫妻俩开心地跳了起来 本以为阿珍是吃了鸡才激动地跳舞 没想到 他却说自己吃不下公鸡 还是人肉比较香 但不能因为每次饿了就要杀人吧 这时 阿强心生一计 他带着阿珍来到医院的停试房 总共花了400美元和一张咖啡卡 终于买到了一只人脚 可阿珍回到车上细细品尝时 福尔玛林的味道却让他难以下咽 而耐心被磨平的阿强也忍不住发飙了 可怒不过三秒 求生欲极强的他回到家后 就和阿珍道歉了 他们是过了所有办法 唯独新鲜的人肉才能满足阿珍 阿强最终做出了决定 不得不说阿强是真的爱阿珍 但吃人总得有个底线 毕竟附近住的都是警察 第二天一早 夫妻俩开始商量规则 随后两人出门去超市买清洁用具 阿珍为了不浪费食物 还特地买了一台大冰柜 这样就能存放人肉了 现在工具有了 就差猎物了 两人找到对街的警察黑哥 询问附近有没有坏人 但结果就是街区治安很好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两人最终失望地回到了家 这时 女儿来福和同学正好放学回来 两人躲在角落听到了他同学的男友甩了 并且还是个毒贩 两人一听顿时来了精神 他们查了那人的社交平台资料后 这坏人的身份正好符合阿珍的实物要求 就这样 两人装成买家联系到了他 还找到一间空房子用作交易地 为了不弄脏房子 他们还用塑料贴好了墙面 而不知情的毒贩也来到了这里 一场可怕的吃人大战即将开始 你没事吧 稍微在抓住开 曼玉玻璃